高雄市長當選人韓國瑜大選結束後 後續話題仍不斷 這回遭到爆料 曾在2004年發生車禍 造成過失致死 被判六個月有期徒刑 得一顆罰金 緩刑兩年 因為這個已經是和解的事情 而且也沒有酒後駕車 那對方發生什麼問題 我就不再講了 我不想在背後講什麼事情 一切以法院判決的白紙黑字 這事情都過了15年 我不想提示不願意再讓 往生者的家屬 再一次的感覺到傷痛 表示早就有被爆料的心理準備 沒有一點恐慌緊張 至於高雄市府的小內閣 韓國瑜表示 已經找到一半人選 歡迎現任局處首長 不分藍綠 繼續為高雄打拼 12月25日的交接典禮 將會遺失到愛河旁舉行 一方面跳脫傳統 一方面行銷高雄 而說到愛河 不得不提到 韓國瑜大力主張的愛情產業鏈 他們一大堆企業家 對愛情摩天輪很有興趣 希望來考察 我說非常歡迎 那未來怎麼做 它的土壤 它的安全 能不能解決 我們想我們進一步來看 但是我再說一遍 高雄一定要大力發展 愛情產業鏈 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不管是愛情纜車 愛情摩天輪 韓國瑜對於發展愛情產業鏈 相當有信心 更透露已經有包括食品 高科技 房地產等20家企業 要投資高雄 韓國瑜掀起的風潮 還在蜜月期 高期望下必然也會被高度檢視 華語新聞林志鵬 王長卢 高雄報導